我是安東尼 作家,其實我也是一個西餐廚師 馬上要回大練過年了 在我家的年夜飯裏 每年都少不了那道傳統的小雞燉蘑菇 今年我漲勢,決定來點新花養 小雞燉蘑菇能有什麽特別的呢 傳統的小雞燉蘑菇主要當然是蘑菇根基 我打算加些培根,沙拉米,百里香,羅勒 給這道菜加一些異國風味 跟西餐常用雞腿不同 我用整支劑,切得大塊些 加切碎的百里香,羅勒 辣椒粉,薯尾草,黑胡椒粉,橄欖油,鹽 然後加到保鮮袋中,按摩一下 接下來放到冰箱裏冷藏一小時,醃製入味 這次做的這個菜,蘑菇燉小雞 其實它是一個北方菜 小雞燉蘑菇的一個靈感 因為我本身是學習餐的 然後也想讓父母嘗試一下不同的口味 所以我在這裡面把一些西餐的基礎加進去了 比方說中國的爆鍋應該是用蔥薑蒜,然後西餐 像我這次就是用了西餐的那個爆鍋的方法 是用胡蘿蔔丁,芹菜丁,大蒜 中國的那個小雞燉蘑菇是乾菇 像我們這次是選了幾種新鮮的蘑菇 我們也用到了紅酒 所以這道菜算是一道中細結合的菜 取平底鍋,大火燒熱,不用放油 下培根跟撒拉米,煎至焦脆出油 培根跟撒拉米是西餐當中經常用到的食材 儘管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是一個燉菜 但我們現在先把它們煎一下 等一下子吃的時候口感就會更酥脆 過程當中出來的這個油 直接再去煎雞肉,那個雞肉也會更香 將雞肉兩面煎至金黃 然後撈出備用 接下來取燉鍋加熱,下黃油,橄欖油 倒入胡蘿蔔丁,蒜末,洋蔥丁,芹菜丁,煸炒出香味 再放入雞肉,撒拉米跟培根 加一些紅酒,雞高湯 用勺子攪勻,蓋上蓋子,燉三十分鐘左右 加入新鮮的蘑菇,再燉個十來分鐘就可以關火了 成菜時加一點香菜點綴 這就是今年我打算帶回去孝敬父母的創意年味 我們家是一個大家子 我們都湊到一起差不多十七十八人吧 小一點的時候就是姥姥 老舅,我小姨他們會幫著做 現在就一點一點的開始 我們這些年輕人也會參與進去 把這些自己平時生活當中的這些習慣,這些文化,這些差異 然後再帶回老家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碰撞 然後這樣父母也能嘗到不同的滋味吧 今年春晚有點新鮮的 你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